德文部落得来公园里的百年雀荣树因感染和更病 部落族人向外求援 邀请植物专家开始治疗计划前却隐身倒地 让族人们看了都相当不舍 不过现在却传出好消息 经过专家研判老树还有一线生机 我们现在紧急处置就是先拉遮阴遮阳网 让它减少它的水分善失 同时去把它的主干用布跟它盖住 盖住也是在减少它的水分善失 另外我们有做一个微物系统去做一个喷洒 喷洒主要用意就在保持它的水分 有一些气根它还会有吸水的动作 我们尽量延续它的生命 这个老雀荣推估树林超过150岁 是县府列车保护的老树 目前树木保湿作业持续进行 县府与部落启动雀荣繁盛在线计划 将取老雀荣大干净的部分来重新种植 延续老树的生命 希望是赶快用 因为那个树木放着越久越苦的比较困难 我们希望赶快处理是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希望 比较大干净的恢复 恢复的话我们刚开始会做 先把这一些有病带病的土壤 做熏蒸消毒 熏蒸消毒的同时 我们也要赶快把这个树 看要怎么样的去做养护 然后我们会先锯成 下面染病的部位会锯掉 去健康的部分去创根 那创造新的根系 让它有新的根系出来 目前这颗老雀荣还在原地进行抢救 规划将选取三到四只大干净来种植 部落也希望相关治疗与种植作业 能即刻展开 让枝干长出健康的新根 让老雀荣能继续守护部落 原视讯歌手 评论三里门采访不到